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七星唐王拳 美花唐王拳 六合唐王拳等 当中的七星唐王拳属于最老的支派 他重分析取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精华 也凝聚了历代唐王拳师傅的心血与汗水 是个不可忽略的权术真一 七星唐王拳源于唐王拳 创始于明末清初时期的王狼 由于其步伐宛如北斗七星的阵型 所以取名为七星唐王拳 位于槟城升旗山山脚的 槟城七星唐王国术会 就是一间拥有43年历史 并以推广七星唐王拳术 为主要审命的传统旅馆 本人黄清福 今年64岁 是黄景宏师傅的入室弟子 槟城七星唐王国术会 是由恩师黄景宏师傅 在1977年在社会贤大及土地们的协助下 正式成立的 并在1978年成立了理事会 正式社馆授徒 发扬传承 七星唐王前 王景宏恩师是罗光毅师公的帝传帝子 也是黄朗祖师的第七代传人 黄朗祖师 创立唐朗前宇四百多年前 他传位于生肖道人 自王永生 范锡东 罗光毅 黄景宏 现在传至我们这一代 已经是第八代了 有别于其他的唐狼拳之派 七星唐狼拳是一个机制灵活 刚柔病济 长短相间 和行役并重的权术 无论在拳法 护法 功法或气质方面 都有其轻妙的可色 七星唐狼拳的前宿 是快 肝 柔 病剂 上 中 下 山 路 坚固 在操练唐狼拳的时候 我们的前宿会发出 霹雳塔拉的声响 左右手在碰击的时候 会发出很强劲的碰击声响 这也就是我们七星唐狼拳的特点 而且七星唐狼拳是 我们的祖师爷黄狼 根据唐狼在俯缠的时候的 精巧 精妙动作 以及配合了盐猴的追步 即十八家的门派的长处 而创造出来的 拳法是七星唐狼拳的核心 而手臂是他们出拳 发劲的主要桥梁 所以非常注重桥手练习 他们练桥手的工具 除了有打沙包还有打铁柱 唐狼拳是我们的祖师爷黄狼 根据唐狼而创造出来的前宿 唐狼拳虽小但手臂特别粗壮 所以我们也必须练唐狼拳的时候 也必须练就一身敏捷强壮的 而我们练桥手的方法有一打沙包 还有打铁柱 还有我们师兄弟们互相对打 练就了一身强劲强壮的手臂 另外我们也根据 劳汉宫的第一是先人拱手 第二是大王吉鼎 这两次的劳汉宫也是我们练就 桥手的方式之一 唐狼拳的步伐有源头步伐 有宫师 马师 丁师 座盘师 七星部 中平部等等 而我们的公部跟马师 是以钢门强硬为主 而七星部 中平室 丁部 是配合柔软的前竖为主 另外我们的马部 是坚持要跟着腿伐 手伐腰力一起来锻炼的 而我们出前 我们是配合腰力 马部 一起锻炼的 而我们出前的时候 我们的前法要打出一个定点 我们打前的时候 我们的前打出去不可以摇摇晃晃的 我们一出前 我们的前一出到终点的时候 我们的前就很稳定地定在那边 所以那个我们叫出前要有定点 所谓炼拳不炼功 到老一场空 王清福说 七星唐龙拳是一个内外兼修的拳术 他们的日常锻炼除了基本功和拳术套路外 还包括了可以增强内进 及疏通筋骨的罗汉十八宫 我们唐龙拳也有一部门的密集 就是罗汉十八宫 这罗汉十八宫 它是练一种内进 能疏通我们的筋骨 使我们的身体强壮 我们唐龙拳起上打下快速 长而干 步伐快速 柔而短 靠步伐身体的移动 使地人防护胜防 器械是七星唐龙拳的辅助练习 王清福说 学员只有在掌握了一定的基本拳术之后 才能洗练器械套路 我们的唐龙拳 有钳法 刀法 剑法 枪法 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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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钳法是以钢油兵器为主 刀法是以快速为主 另外剑速以轻油为主 枪速以纹炸纹 纹打为主 我们的刀数有燕青单刀 我们的剑速有文武剑 八仙剑 我们的枪速有六鹤枪 梅花枪 桃花枪 等 另外三界军有五尾三界军 大刀有春树大刀 金钟大刀 我们通常我们练枪速是要经过多年的苦练才有得练的 而且练枪速的时候 我们会从基础打起 我们必须每天辛苦坚持的苦练炸枪法 因为我们炸枪的时候 那个红银毛可以跟着我们的枪头的方向转动 这是证明你的功力 到家的时候 那个枪 红银枪的银毛能跟着枪头转动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练枪速的套路 季心腾全由黄锦洪师傅传进马来西亚 才不过去区几十年的历史 却已在槟城扎下稳固的基石 成为受欢迎的中华武术之一 王亲夫说 在疫情结束后 武馆恢复平日的练武时间 希望届时能够重振大伙的士气 并顺利招来新生 为弘扬和推动中华传动武术文化尽一份勉励 显现视窗采访报道